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11月2号星期一 我们现在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 前一日子接待了一些朋友 有一拨朋友一上我的车 就开始跟我抱怨马迪达机场转机的时候 被机场的工作人员索要小费的事 我一听就乐了 这事不是最近才有的 一直就有,就跟过年似的 总得上牌饺子,对不对 你可以不吃,但是它总得有 这所调小费你可以躲 你可以强行不给 但是难免会碰不上 就是所调小费的环节 那么一般情况下 什么时候你能碰到这个所调小费的事呢 我见到的基本上是三种 第一种就是在机场问路 无论你是问百度车 问这个出租车 问这登机口 问这个到达站换出发站 出发站换到达站 从T3机场去酒店等等的 都有可能碰见 你问个路就管你要小费的 特别是有的时候你问到 你想打出租车 你问到一些工作人员说 出租车在哪的时候 他们就给你领到 跟他们有关系的 出租车的司机那去 对吧 那你一上车 肯定是要被载毙的 为什么 那个关系户得给这保安 或者给这工作人钱呢 对吧 这个是最过分的 当然了 有的时候呢 还要更搞笑的 像我有一朋友来 就是问了一下 百度车在哪 就是 就是那个 就是航站楼之间的 百度车在哪 结果呢 被人领到那 领他那人 管他要2000批 还拿出一个工作证 说这是必须要收费的 这是一种服务 我那朋友呢 其实英语特别的好 但是当时呢 就零英语的水平 就完全装傻 最后呢 给了20批 大发抖了 你说这事对吧 就这样的 第二一个呢 就是真的 他有一些服务项目的时候 免费的服务项目的时候 这些工作人员 管你要小费 比如说我 遇见的 就这次回国 我也遇见了 就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 我提三准提一 对吧 或者提一准提三的时候 他让你签个字 其实签字 你到那写个字就完了 签个字就完了 结果呢 他跟我要护照 我当时也没太考 就把护照给他了 他考完以后啊 就跟我比划 比划那要小钱 要小钱的手势 我说no你都没有 然后呢 然后呢 我说no pay no pay 然后呢 no money 反正我就各种的no 最后没办法 看我实在不给 就把护照还给我了 然后呢 等我上那个百度车的时候 也是 然后呢 本来排到我该上 他不知道我上 然后呢 上来了之后呢 然后呢 看看我的意思 我可以上了 我刚才往前一走 他又拦住我 他说你在等等 然后呢 就给我比划这要钱的手势 我不给 啊 那个 我就挺无语的 然后我又到边上去了 反发几次 看我实在真的不给 才让我上车啊 才让我上车 反正我呢 是真的不给 对吧 你搭不了这趟车 我上不了 我再等一个 他耗着呗 对吧 反正 我得再把你家机场熬一下 我那怕你啊 对吧 反正我是不会向你低头认怂的 那么第三一种呢 呃 这种情况吧 其实呢 不太常见 就是 呃 你知道这个 比如说 因为 为什么不太常见呢 就是 除非你真的是想钻个空子 怎么讲呢 就有的时候吧 好 万一拉恒战楼设计的比较混乱 比如提一 入口出口出口入口啊 有的时候 你蒙不清楚你知道吧 一会儿入一会儿出 或者说 这只能工作人员入 不能你外边的这个客人进 呃 我见过一次 就是 有人要打破这个规则吗 想从这个呃 工作人员通道进来 哎 结果呢 那客人 结果那客人给那个 那个门口那站岗 那不是保安 就工作人员一百批 哎 那保安 那个那个站岗的人 就让他进来 进来之后呢 那个工作人员还挺开心的 拍人肩膀 成功到底的 对吧 那哥们一张嘴 要不听我说中国话 还跟人 还教人的那个站岗的人 说呢 说以后 你让人进来 你得跟人要钱 叫小费啊 小费 中文叫小费 我一听 卧槽 这人怎么那么王不淡 对吧 那个 你这 还妥妥的 叫人坏啊 这事 来他不知道怎么说 你还给人 就这么发言 小费 可以啊 可以 对吧 这种情况 其实蛮少见的 但是也有啊 也有 我也碰到过 反正吧 就是在马基达机场 碰到这种事呢 你真的不用搭理他 而且呢 像马基达机场 其实你一文好的话 或者你手里有 这个翻译软件的话 你都不要问工作人员 那个指示板写得非常的清晰 你就按部就搬走 碰到不合理的现象 你就坚决说no就可以了 你就不会自己被坑 其实你们最要注意的 就是你被领到那些 关系户的出租车上 其他的一切都好 得 就给他扯到这吧 别让我们继续扯到 别别事